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现在我们作为地球人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主题 有时煮食的时候如果可以有效地折落能源 这样吃得开心也都为地球更加好 其实煮这些水果用糖水去煮这些甜酒水果 是要用很久煮它很久的用小火 但是如果我们用炆烧罐去煮呢 就完全不需要用额外的人缘都可以煮到了 今天煮的是红酒煮啤梨 材料当然是啤梨、红酒、车尼紫的甜酒、砂糖 还有我们的神秘嘉宾环尼拉条和八角的 有看开这几集的聪明的你已经知道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预热罐了 那我们煮一煮沸水了 然后我们将那个罐呢 就倒一些沸水进去 记住这100度的沸水 然后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它盖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旁边备用了 首先我们就把这些啤梨批皮和去芯去 然后再煮沸水了 那挑选你这方面呢 其实你又不需要选一些太过熟到软辣的那些 因为始终我们都是会在水里煮的 所以選擇一些比較生的都可以 好 去皮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梨切開一半 然後就用這種滑波波的道具 把這個滑完美地滑出來 我們也要把這個底部切平 然後我們煮熱的滾水 然後我們把這個神秘嘉賓二號 雲呢拿紙把它在中間湯開一半 然後放入熱水中 還有把我們的神秘嘉賓一號八角都放進去 然後把我們的砂糖倒進去 一個傳說就是煮砂糖的時候就不要攪拌 其實為什麼要不要攪拌呢 其實只不過是讓水不要上去旁邊 因為一上去鍋旁邊就會焦 所以就不要攪拌 由它慢慢浸下去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著呢 直到那些砂糖溶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我們的主角 就是紅酒 還有少量的櫻桃甜酒 這些糖溶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梨放進去糖水裡 其實這個時候的目的就是把那個梨也煮熱 如果我們就這樣把梨放進那個燜燒罐裡 那我們的梨因為是冷的嘛 我們把糖漿倒進去的時候 就會冷卻了糖漿這樣就不太划 我們煮一下滾它直到那個梨中間的溫度都熱 我想大約需要三分鐘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預備定我們的燜燒罐了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梨放進去燜燒罐裡 然後呢 然後呢 也是用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就把這些糖水倒進去 就一定要把所有的梨都蓋住 如果不是呢 令你露出那個地方 就會上不了顏色的了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 就是好像曬太陽曬到有泳衣印的啤梨 我們把它放進去罐裡 之後就可以蓋住它了 然後你又可以去找一些朋友聊一下心事啊 去打下機啊 和去看電影了 拜拜 你看看我整個人的狀態很開心了很多呢 因為經過幾個小時之後呢 我又找一些好朋友聊一些心事了 所以現在呢 就可以回來看看這個梨搞成怎樣了 其實它全熱的功效真的挺厲害的 因為它真的還是很熱的 那我可以把整件事倒出來 其實梨這件事呢 即是你 你可以把它醃得越來就越好 那你看到它呢 其實那些紅色呢 已經完全進去那個梨裡面的了 這樣呢 才為之OK的 然後當你serve的時候 吃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配合雲苓那雪糕 你用回這個殼呢 剁回一個雲苓那雪糕少少的球 塞進去它那個洞裡 這樣就真的為之吃得超級了 如果你是愛惜你的溫消灌的話 你是不會用那些鋼絲刷 你不斷地大力刮它 因為一刮花了之後呢 可憐的鋼絲刷和它呢 兩個都是兩敗俱傷的 它是會生壽啦 然後就沒有用的了 所以呢 我們清潔它的時候呢 記得用一些柔軟的海綿 濕一些那些洗潔精 輕輕地擦一下它就可以了 其實它也不會說很髒的 你不是用來煮東西 也是用來焗的 是不是 各位親愛的讀者 有好消息了 Bermos會送出60個 這一種燜燒罐給大家的 詳情可以留意 更好你的 C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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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C